为了让考照的民众快速掌握骑车技术 以及了解正确的行车观念 交通部公路总局 今年扩大机车驾训补助名额为4万名 每个人补助最多可以达到2500元 鼓励民众多多参与机车驾训 根据交通部委托阳明交通大学的研究分析 有参加机车驾训的人 比未受训者肇事风险减少35% 违规风险减少56% 交通部公路总局也鼓励民众 可以多参加机车驾训 学员参加机车驾训班 可以透过完整的课程设计 养成学员防疫驾驶 及责任驾驶的观念的学科教学 还有专业的教练在旁指导驾驶技巧 及正确驾驶习习惯的数科教学 然后来培养学员良好的交通安全观念与技巧 为了鼓励民众参加机车驾训 今年的机车驾训补助名额 扩大到4万名 每个人最多可以申请到2500元 那补助参加机车驾训的训练呢 并取得驾照者每名 新台币1300元 那另外取得驾照后呢 自驾驶班参加道路安架训练呢 额外再补助1200名 总共补助最多可以到2500元 那补助的时间呢 是到112年的11月30日子 道路安架训练是由两名教练 前后带领学员在实际道路做驾驶 让民众更能熟悉 而且面对目前道路上 汽机车混合的车流环境 以及潜在风险 提升驾驶人安全 也降低违规事故的发生 记者沈志永林家珍 新北采访报道